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古时有个木匠名叫杨安福 他已年过五旬,附近的村民盖房 打家具都喜欢请他帮工 木匠总是有一些独门的手段 比如祖师爷的鲁班术 众人虽然表面不说 可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方面的担忧 俗话说,路遥知玛丽,日久见人心 姚木匠在这十里八乡得到乡亲们的肯定 可见他的品行是惊得住考验的 这一日他正在家中吃午饭 突然听到村中传来嘈杂的说话声 隐隐约约中,还有妇人的哭声传了过来 就在他心生疑惑的时候 儿子杨小珊从外面急匆匆走进门来 爹,不好了,大柱刚刚被郎中诊断 说是已经厌弃了 如今很多人都赶到他家去了 姚木匠一听连忙放下了饭碗 李大柱今年才二十五岁 平日李是一个健壮的小伙子 前几日不过是受了一些风寒 怎会那么快不知而亡 他的父亲早逝了 家中只有他一个儿子 母子俩相依为命 感情深厚 如今出了这样的事情 他的母亲张氏如何受得了 儿子杨小珊显然也和父亲想到了一处去 开口说道 幸亏他的媳妇已经生怀有孕 让张大神有了活下去的念头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李大柱在村中给王财柱家放牛为生 因为家贫 直到两个月前才娶了一个名叫吴月兰的女子为妻 吴月兰刚诊出身孕不久 李家都欢喜不已 没想到乐极生悲 这孩子还没生下来 父亲就去世了 姚木匠听后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李家前段时间娶媳妇 估摸着钱财都花光了 这样吧 你叫上几个年轻人 把家中的棺材抬过去 让他们先用着吧 杨小山随后出门找人去 半个时辰后 四个男子一起抬着棺材 往李大柱家走去 姚木匠也跟在后面 他们来到李家的时候 发现一群人正围在院子里面说话 让人意外的是 村中的王财柱也在其中 王财柱可不是一个大方的人 平日里村民们在他家干活 总会想着法子 客扣一些银钱 用他的话来说 王家的财产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他好心给村民们提供一个赚钱的机会 他们自然应该出十分力才对 如今只出了九分力 这钱财自然也要扣掉一些 大家心中虽然不愤 可却也是无可奈何 不少人私底下都偷偷给他起个外号叫铁公斤 姚木匠过来的时候 只见他正和张氏说话 说起来咱们两家也是同病相连 我家的大公子昨天半夜因病过世 今日你家儿子又突然身亡 大柱平日在我家干活 为人老实又卖力 老爷我是看在眼中的 如今他人不在了 主人家自然也应该帮扶一把财队 说完之后 他对着院门外叫了一声管家 快把那老牛牵进来 众人听后把目光往外望去 只见王财柱的管家 正赶着一头牛走了进来 管家先殷勤地对着王财柱行礼 随后开口道 大柱他娘 我们家老爷心善给送了一头牛过来 遮牛年岁虽然大了一些 可总比人的力气强 如今家中只剩你们两个女人 遮牛以后也能帮着耕田离地 养活一家人 随后他又掏出了五两银子递了过来 说这是王财柱给的安家费 张氏虽然因儿子的死伤心欲绝 可他平日为人好强 绝不肯平白无故地 接受王家的钱财 故此便连连推迟 管家看他如此 一转身便把那钱递给了吴月兰 姚木匠忽然发现 吴月兰的表现非常怪异 丈夫的死没有让他过多伤心 看到钱财后他眼睛一亮 伸手快速地接过银钉 张氏刚想让儿媳把钱还回去 却见他去用手扶了扶自己的肚子 仿佛在说 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孩子呀 张氏想要说出口的话语 又演了回去 眼含热泪转过头去不说话 这是他们李家唯一的独描 可不能疏忽了去 否则日后到了地下 他也没脸见李家的列祖列宗 王财柱看他们把钱财收下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不顾张氏地反对 让管家把牛拴在旁边的柱子上 便离开了 村民们看到王财柱改了性子 都感到疑惑不解 难道他们误会了他不成 这其实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杨木匠心中却觉得不对劲 以他对王财柱的了解 他根本就不是这样大方的人 李夏宜人必有所求 李家只是一个贫困人家 王财柱想从他们这儿得到什么回报呢 想不通呀 就在他思索的时候 只听了一阵阵的牛叫声响来 转过头去一看 老牛竟然对着棺材流起了眼泪 他仿佛知道棺材的出现 不是什么好照头似的 张氏看后更是颜面痛哭 李大柱先前在王家养牛 对那些牛可好了 尤其是这头牛 平日里常常为他刷毛洗澡 还曾经救过老牛一命 朝廷律法虽然规定不能轻易杀牛 可这世上的事情却也不是绝对的 否则也不会有那执法犯法的人了 有的富贵人家便钻律法的空子 想吃牛肉的时候 时不时地就有牛不小心摔死或是病亡 老牛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几年前王财柱想吃牛肉 就暗示家丁想办法 主人有要求 下人自然须得尽心尽力办事 在那年的七月天 天气炎热 太阳火拉拉的中午 家丁仍旧死命地赶着牛离地 人超强劳动时都有可能出事 这牛自然也一样 当时老牛被赶的是口吐白目 气喘吁吁 他累得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背后的皮鞭就狠狠地抽了下来 受制于人的老牛只能死命地往前离地 渐渐地扭走得越来越慢 眼看就要倒地而亡 李大柱听到他人诉说后 连忙赶过来阻止 家丁自然不可能听他的话 仍旧我行我素 最后他被逼急了 当即撂下了狠话 你再不再助手 我就去大人那里 告你故意伤害耕牛之罪 让他打你的板子 家丁听后心中暗骂 这个呆子 没看出来这是主人家的意思吗 这牛也是他家的 你操得什么心 可这样的话语 他又哪里敢明说出来 为了不落人口时 无奈之下只好把老牛放开 李大柱连忙把牛迁到阴凉的地方 让他滚得一番泥潭后 牛才渐渐缓了过来 从此那之后 在牛的心中 李大柱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世间万物皆有灵性 老牛虽然不会说话 可他长了这般年岁 心中去隐约明白了什么 当下忍不住流下眼泪来 一头牛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亲生母亲的张氏 杨木匠对张氏说道 棺材我已经带来了 如今办好孩子的身后事 才是最重要的 你还有未出世的孙子要照顾 可千万别想不开 张氏擦了擦眼泪 多谢杨大哥 事到如今我也不客气了 以后必定会报答你家的恩情 吴月兰看婆婆如此 也忙过来表示感谢 等他们几人说要去看一看 李大柱的时候 吴月兰却开口阻拦 相公曾和我说过 不想让人看到他狼狈的样子 我这个做妻子的 自然要满足他的愿望 还请各位见谅 张氏听后用疑惑的眼神望着而行 儿子说过这样的话吗 他这个当娘的怎么不知道 看出了他的疑惑 李月兰解释道 只是我们两人在的时候说的 相公害怕娘担心 所以才没有对你说明 张氏心乱如麻 听到这话后更是心痛不已 当下也不再开口说话 随而喜做主去 杨木将几人见主人家不愿意 他们也就不再勉强 当即先告辞离去 回到家之后 杨小山说道 爹 我总觉得今日的事情不对劲 王财助一反常态 儿子病逝 还有心思上门安慰别人 大助媳妇面上并无过多悲色 在我看来 连老牛的都比他伤心多了 杨木将听后点了点头 连儿子都看出不对劲来 可见事情背后一定有古怪 那你说一说 这件事最令人费解的地方在哪里 也好给你爹我理一理事情的头绪 杨小山听到父亲的问话 挠了挠头后突然眼前一亮 忽然想到了小时候的一件王室 他七岁那年 曾经和李大柱 在村口的大树下玩耍 恰巧遇到王财助的夫人和儿子王诗安 出门散心 王诗安天生体弱 听村中的一些妇人说 财助夫人是被小妾暗算 在怀孕的时候喝下了有爱胎儿的药物所致 财助夫人查出真相后 把那个小妾打了个半死卖了出去 众人都说小妾恐怕是凶多吉少 反正从此之后 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在财助夫人的精心调养下 王诗安中归是长大了 可身体确实长病歪歪的 后来王家请来了一个高明的大夫 那大夫整脉后对着王财助夫妻说 这孩子恐怕只有二十多年的寿命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两人听到这样的话后可及坏了 有心把那大夫打出门去 又不敢得罪于他 只能把气洒在家中的仆人身上 那一段时间 王家被打板子的下人可不少 一众家丁都战战兢兢的 生怕哪一点事情做得不好惹了主人家生气 王家这种小妇人家 门风原本就不是很严谨 大夫的话语没过多久 便悄悄地传了出来 附近很多人家都知道 平日里不好明说罢了 自己的儿子如此 财助夫人看到别人家健康的孩子 就心中不喜 那一日他看到李大祝后 不由地自言自语道 两个孩子同年同月同日生 若是能把李家孩子的身体 换过来就好了 我家孩儿也能一生平顺地活到老 财助夫人说话的时候 也不避讳两个孩子 在他看来这些只是下等人家 和他这个富裕之人的地位 天差地别 就是他们听到了又能如何 因为年岁小 杨小山和李大祝 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很快忘记掉了 不过奇怪的是 在李大祝15岁的时候 王财助突然把他 请到了家中去放牛 给的工钱还不低 当时他们一众伙伴都很羡慕 询问李大祝 他为何得了这份好活计 李大祝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好吹牛说是自己为人勤快 大家听后都没有相信 他们在场的众人 又有哪一个是不勤快的 大家想了一阵之后 便把事情丢开了 李大祝家中困难 他父亲以前生病时 还欠了许多债务 如今得了这份工作也好早日还债 李大祝一直到了二十多岁 才把外债还完 就在还完债不久 就在没人的说和之下 娶了吴月兰为亲 原本以为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谁知竟会生出这样的变故来 杨木将听后突然神情一阵 从儿子的诉说中 财助夫人的话 让他隐约猜到了事情的真相 那就是借尸还魂 他年轻时也曾外出干活 在和其他木匠的交往中 也曾听闻到一些的古怪之事 其中就有幻魂的一文 当他把这个猜测告知儿子时 杨小山听后也觉得可能性很大 咱们得赶快阻止才行 王财助的儿子想换身体 必然会将灵魂附身于他人的身上 以此推断 大助现在应该还活着才对 他媳妇阻止咱们进屋去 事情也就说得通了 杨木将点了点头 有道理 想来那个看病的郎中 也已经被王财助收买了 至于李大助的娘为何没有发现 想来也是被吴月兰隐瞒了过去 他们虽是母子 却也是男女有别 在伤心过度之下 一时疏忽了也是有可能的 这样的事情 杨木将就曾经听闻过 他们这一猜 确实猜了个正着 在王财助家中 给李大助看病的大夫 正和他在密室中交谈 王财助面前摆有五十两银子 他将银子往大夫的面前一推 说道 多谢赵大夫的帮忙 一点谢礼不成敬意 赵大夫面露喜色 这一趟收获可不小 他只是配合着演戏 给李大助下了假死药 至于以后如何他却管不着了 由王财助安排 向来他也不会让李大助轻易死去 自己也免了后患之忧 如此两全其美之事 何乐而不为呢 两人随后又互相恭维了一番 他便满脸堆笑地告辞离去 赵大夫前脚刚走 屋中的屏风后面 突然闪出了一个老道士来 这老道长着一副贼眉鼠眼的模样 按向有心生的说法来看 这就不是一个好人 随后他们的话语也正印证了这一点 只见王财助恭敬地对他行礼道 青山道长 不知何时才能施法 将我家儿子的魂魄送入李大助的身上 如今他只是昏迷不醒 虽然有吴月兰帮忙打掩护 可我总害怕夜长梦多 千万不要再出什么意外才好 青山道长听后眼皮一番 脸上傲慢之色顿显 王老爷 这件事情确实急不得 还需得找一个阴气浓厚的夜晚行事 方可万无一失 随后他便向王财助解释起原因来 原来这魂魄本是阴灵之体 阴气浓厚之时 可以增强魂体的力量 到了那时 和李大助争夺身体的王石安 方才能够占据上风 青山老道说再等两个晚上即可 到时候李大助已经有三日没有进食 身体虚弱之下 也能削弱他生魂的力量 此消彼掌之下 借尸还魂的机会才更加大 王财助听后方才放下先来 为了这一日 他可是准备了十几年 李大助就是他为儿子挑出来的疑魂之人 否则他一个穷小子 自家如何会对他如此优待 如今也到他报恩的时候了 只希望一切顺利 以后他家儿子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子 他们的这一番心思不可谓不歹毒 随意几句话便定了人的生死 他此刻又哪里知道 这一切终究是白费心机 姚木将父子猜到了他们的动机 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任由他害人 这件事情 却不能忙过李大助的母亲张氏 当天晚上 姚木将让妻子找了个由头 把他请过家门续话 当张氏听了他们的分析之后 也惊呆了 随后又欣喜若狂 再也没有什么事情 比听到儿子还活着更让他振奋了 如今静下心来想一想 白天的事情确实有点不对劲 不过还需等到他确定 儿子是否活着才能下定论 想到这儿 他再也坐不住了 连忙告辞回家 他回去之后轻轻推开院门 进屋之后只听到灵堂之中 传来轻微的响声 走过去一看 儿媳吴月兰正抓着一把花生吃得起劲 认识张氏再好的脾性 看到这样的场景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丈夫躺在棺材中 妻子却如此没心没肺 事情反常必有妖 这个媳妇身上藏有秘密 吴月兰看到婆婆进来后慌张地站起来 面带尴尬之色 婆婆 我方才不是故意的 实在是恶得慌 我也是为了腹中的孩子着想 下次再也不敢了 您就原谅我一次吧 张氏瞥了她一眼 强压下心中的怒气 她如今对儿媳妇中的孩子也怀疑起来 到底是真怀孕还是假怀孕还有两说呢 罢了 你若腹中饥饿 便去吃饭吧 这儿有我守着 米度中的孩儿是咱们家最后的希望 你可得养好身体才行 吴月兰一听她这样说 脸上不由地浮现出了一丝紧张的表情 当下也不再说饿了 就守在那里也不离开 张氏看她如此也不着急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 何况吴月兰这种没把丈夫放在心上的人 又能指望她有多尽心 半夜时分 熬不过疲惫的吴月兰 终于沉沉地睡了过去 张氏则悄悄起床来到灵堂 棺材的盖子并没有盖上 她抓起儿子的手 渐渐地感觉到了一股微弱的脉搏跳动声 当下不由地喜极而泣起来 他们的猜测没有错 儿子还活着 之所以脉搏这样虚弱 让人忽视过去 想必是因为中了密钥的缘故 想到王财柱的所作所为 他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于是第二日天刚蒙蒙亮 又借故来到了杨家 将昨晚的事情告知 杨木匠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借师还魂大法须得有人主持 想来王家应该请了道士才对 我打听得知 王家前两天来了一个客人 这客人还没有走 想必他就是乔庄的道士 正所谓的树叶有专攻 他们商议着也去请一个法师 过来帮忙 为了以防万一 杨木匠又对张师说 他们要想施展遗魂大法 应该是在夜深人静才行 咱们还有一些时间 你选把我们木匠的墨斗 偷偷藏在大柱的身子下面 以防止鬼魂靠近他的身体 张师听后一一照办不停 至于请法师的事情 则交给杨木匠的小儿子去办 因为害怕王家提前行动 杨木匠和儿子决定晚上躲在张家的柴房中 以便见机行事 他们这一等就等到了第二天半夜 只见吴月兰悄悄地打开房门走了出来 手上还握着一个白色的瓷瓶 瓷瓶上面画着奇怪的花纹 仿佛地狱的彼岸花 瓶口处则贴着一张符纸 他快步地走进了灵堂中 揭开了那瓶盖 随后一阵黑气从里面冒了出来 渐渐幻化成一个人的人形来 正是王才助儿子的模样 院子外的老牛仿佛赶到了屋中的危险 站直了身子 不停地扯着绳子想往屋里冲 最后还是张试出去将他安抚下去 看到牛眼泪后他心中一动 连忙用布条接了一些下来 擦到了自己的眼睛上 姚目将父子看后也照此行事 牛眼泪一上眼 王世安的鬼魂变清楚地显现在眼前 只听他对吴月兰说 快把道长给的福瓦贴到李大柱的身上 他此刻正在我家中准备做法 等李大柱的魂魄一被拉出来 就是我借尸还魂的好时机 吴月兰听后有些畏惧地退后几步 王世安则痴笑一声 你放心吧 这件事做完五十两银子奉上 你拿着钱则也可以远走他乡 若是运气好 说不得还能找个好人家嫁了 其不比留在这里担惊受怕强 吴月兰听后咬了咬牙 事到如今 他也没有退路可走 只希望王家信守承诺才好 他是王家买来的丫鬟 故意嫁给李大柱作为那样 原本就没有自有之身 至于怀孕一事则是骗人的 反正这件事情做完之后 他就要逃走 也管不了李家如何反应 想到这儿 他从袖中掏出来一张道符 那符只一贴上去 只见一道白色的光芒 将李大柱的全身包围住 渐渐地 一个透明的魂体 从棺材中飘起来 只听到传音符中 传出一道声音 王公子赶紧过去抢占身体 否则等主人醒了就麻烦了 王石安脸上露出了欢喜的表情 魂体飘飘荡荡地 就往李大柱的身边而去 躲在外面的张势 看到儿子有危险着急不已 就在他想冲入屋中阻止的时候 突然王石安发出了一阵惨叫 仿佛受到了不知名的重创 他不由地发出了怒吼声 骂道 这棺材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为何能够伤到鬼魂之身 吴月兰看后也惊呆了 连忙跑到棺材边查看起来 最后从棺材的角落里 拿出来一个木斗和木齿 他不知道这两样东西 有驱邪的作用 王石安感到了两样东西 散发出来的威力 又连连后退了几步 还不快点把他们扔出去 你想害死少爷我呀 别忘了你的卖身器 还在我们王家手中 我办砸了事情 我爹娘并不会饶了你 他这一番威胁恐吓 也是害怕吴月兰返水 只可惜他的一番心思 也只是白费了 就在这时 只听一阵佛号声在屋内响起 阿弥陀佛 善灾 善灾 还请这位施主回头实案 葱耀汉人性命 否则恐坠十八层地狱 不知何时 李家走进了一个 慈眉善目的老和尚 和尚的身后 跟着张氏和阳木匠父子 王家主仆二人看到众人 便知道他们的计划失败 王施安看到墨斗已经远离棺材 当即冲着棺材教导 还请道长快点过来救我 他们把和尚请过来了 原本正通过传音符 两边沟通的老道 天后转身问王财柱 你们这地方可有道横高深的和尚 王财柱摇了摇头 他们这里都是小庙宇 并没有什么得道的高僧 老道听后放心地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我就亲自过去 祝王公子一臂之力吧 正所谓的送佛送道心 贫道我可不会轻易砸了自己的饭碗 说完之后直接一道金光闪过 眼前的道士一瞬间消失在了眼前 只流亡才住在身后 暗叹道长法力高深 他却不知道道士这一去 差点被和尚吓死 说时迟 来时快 老道士从王家来到李家 也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 可当他看到屋中的老和尚时 不由得暗自叫苦 自己这都是什么运气啊 李家人为何能把他请过来 这老和尚是谁 天下文明的玄碑法师 道法高深 善能降妖除魔 他有一条捆腰绳 那腰境一沾身便被捆得结实 越挣扎乐得越紧 若想逃过困腰绳的追捕 须得有1500年的道行不可 他如今只有500年道行 如何跑得掉 老道心中暗道 大丈夫能屈能 食食物者为俊杰 我拜在法师的手上也情事有可原 他道也干脆 当即跪地认错求饶 玄碑法师笑道 你这个蛤蟆精 不好好在洞府修道 为何跑到人间祸害人 我恰巧云游到此 看到了杨小哥身上隐约带有邀请 好奇之下便干了过来 蛤蟆精一听才知道 原来是碰巧遇到的 并不是法师专门追踪他而来 好叫玄碑法师得知 只因洞府太过简陋 便想着来到人间赚些银子回去 因缘巧合之下遇到了王财柱 小妹一时贪财便应下了她的请求 还望法师饶我心命吧 玄碑法师听后点了点头 念你修行不易便饶你一命 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既然如此 你就在这村庄中帮庄稼捉十年的虫子 以保粮食丰收 这与你的修行也有益处 不知你可否愿意 喀蟆精听后心中虽不愿意 嘴上却不敢反抗 当下只得答应下来 王石安则被玄碑法师将他送入地府 是非功过道时自有地府审判 等王财柱知道事情的原委 更是吓得战战兢兢来到李家 向法师磕头认罪 又请李家父子饶恕于他 他愿把家中的羹牛全部送给他们 王财柱家有八头牛 平日都是由李大柱在照顾 在玄碑法师的建议下 李大柱一家接受了王财柱的条件 这些牛他们全村可轮流用 如此一来便大大减轻了村民的负担 这件事情传开之后 众人都交口称赞 在蛤蟆精和羹牛的帮助下 村里的庄稼也获得了大丰收 蛤蟆精常常化成真身勤恳捉宠 村民为表感激之情 时时请他吃饭 他先前不情愿 到后来确实乐在其中 他发现做好事 能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尊重 十年之期到头 蛤蟆精的也因此修为大尽 此后更是平安度过了天节 回首往事 他心中对玄碑法师的点花之恩 充满了感激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